十二星座的毛病大不同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发病的样子 你知道要怎么惹怒母羊吗? 指着她的鼻子跟她说 其实你过得不好吧 你确定你现在的生活很好吗? 她就会生气了 谁准你把实话说出来 因为你怎么能够知道她的秘密呢? 所以咯 在这个前提之下 她会做很多事情来包装 试图告诉你我过得很好啊 不要搓穿我 新走江湖 会做事还要会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自己的盲点 得罪人了还不自知 白羊座就是自我的代名词 当他们很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是不管别人的感受的 即使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但干我屁事呢? 所以咯 有的人可能为了创业而借钱 让家人饱受借贷下的没安全感 可是母羊的想法不一样啊 她想的是 如果我成功了 我就能保护你们 让你们吃香喝辣 所以请支持我 就算创业失败了 白羊座也能说服自己 我能东山再起 对于被她拖累的人 一点罪恶感也没有 平常互称好姐妹的好闺蜜 有没有可能一有异性的关系 就人间消失呢 连影子都找不到 这样的星座女 你上榜了没? 对母羊来说 有色就给赞咯 母羊女没色的时候 非常重朋友 有色的时候 色比较重要 真是一个单纯的人啊 在朋友当中呢 她是大姐头的角色 算是发号失灵的头头 而且母羊座是战神 说话很犀利 骂人又魂又技巧 当这样的母羊座 谈恋爱的时候 灵魂是很像被抽换的 她会变身为小媳妇 而且母羊女一谈恋爱就破财 毕竟她很喜欢 就是对男友好 甚至愿意花钱满足 另一半的需求 男友如果喜欢名牌包 她可是非常大方 出手毫不吝息哦 这看在朋友眼中 就会觉得 母羊女平常 对朋友都没这么好呢 实在是挺重色亲友的 天皮一定很随和 处女一定有洁癖 天蝎一定爱复仇 双鱼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误会什么了 十二星座 隐藏真面目 来了 你以为的母羊座 冲动暴怒 不是耶 其实他们是选择障碍症患者 很多母羊座真的 做重要决定要考虑超久的 前进又后退 前进又后退 再来就是暴怒反的母羊 其实暴怒的背后是脆弱的心 她很容易受伤 她疗伤其实也需要很终 那她也会用暴怒这件事情 或者是假装不在乎这件事 所以她越是暴怒的某些事 其实也是她越在乎的 再来就是她忍不住火爆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 她超容易后悔的 因为她们一火爆起来 可能口不择言 慌不择路 但她其实内心有一万匹 为什么我刚刚要这样做 天啊 谁能理解 没关系我理解你 我也告诉所有人 清姨下次遇到母羊 告诉她说 好好好你不要气了 我知道我知道 让她有台阶下 其实已经被封锁了 十二星座讨厌你的举动 有些超明显 有些要通灵才能看明白 没问题 今天我就来带你看个清楚 一个很气很气宁的母羊 是不会跟你正面冲突的 但她会在网路上 发不具名的发泄文 可能写着说 你看我能忍到何时 事情讲得不明不白 就是希望让讨厌的你看到 自己来找她道歉 可是遇到你她又会装没事 如果你问她 你碰的那篇文是说我吗 她也会说 对啊就是你啊 我讨厌的就是你 直求攻击就用在这个时候 不过抢开了 误会化解的母羊 也是会原谅你的 只要你有好好的沟通 今天来点负能量 十二星座 谁最负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后却可能会弄你 到底十二星座 为什么要负黑 那个负黑的moment 又在想什么呢 白羊座一旦要负黑一个人 她绝对是攻击性十足 她会很清楚地召告天下 我就是要打败你 我就是记仇你怎么样 你不要以为 母羊座就是什么 三分钟热度 你错了 她如果存心要负黑你的话 她是充满斗志的 你会不敢相信 她们是非常有阶级意识的哟 她会有配或不配 在她的脑海当中哦 她通常也会去接近 或接触 或攻打那些比她 更有位置的人 因为这样打起来才有效果 那如果打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也不会增加她自己的筹码和力量 那么不可以你 还浪费了她的时间呢 看起来很随和 其实在控制 十二星座 谁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白羊座看似冲动 但其实不然 白羊座非常懂得控制人际关系 其实白羊座很知道 人在江湖飘一定要有朋友 或一定要有互助的概念 所以咯 她是很乐于交朋友的 如果她送礼给你 对你非常殷勤 常请你吃饭 就代表你身上有她觉得 非常值得解交的元素 你要知道母羊是很忙的 如果百忙之间还打电话跟你哈拉 你以为她是有空是不是 某种程度 白羊座是在铺一个局 现在对你好 未来一定也有用到你的地方 无事不登三宝殿 知道了吗 不过白羊座也不会白白的利用你哦 别人如果有事相求 她一定两肋插刀 所以对白羊来说 往来无白丁 彼此之间 都能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 这对她来说 就是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打不倒我的 只会使我更强大 各位 你的人生遇到危机了吗 遇到低潮了吗 当我们遇到觉得是绝境的时候 我们身上有什么能力 可以使我们绝处逢生呢 白羊星座的朋友 你们是非常有领导能力的 或者 我不屑跟一群人相处 我也没有什么想领导谁的欲望 但是我做好我自己总可以吧 所以白羊星座的人 只要你能好好发挥你身上的特色 一般来说 你应该不至于招来什么绝境 人生是往上走的 但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你很有个性的这件事 既能让你成功 也能让你失败 因为很有个性的人可能就 不听劝耳朵硬 或者是当你壮大了以后 你必须转型 可是你并没有很好转型 你还是把一切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那么当外界的时空开始流转 你有可能就会遇到绝处 所以绝处逢生这件事 很需要你发挥身上的一个特色 就是合作能力 也就是说 当你学会信任别人 愿意纳入别人来成为你的团队 那你的人生怎么会有失败呢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时候 这就是工作大班峰的高峰期 除了老板饭掉员工 也有员工饭掉老板 本公司一个想离职的小编 就做了这一则专题 对 12星座有的人 上班的时候都想离职 今天我们来讲 12星座离职前的表现 其实我个人认为 母羊座在决定要离职之前 她是阴阳魔戒很久的 不要忘记了 我觉得她们是有责任感的星座 那她也会观察没有了我会怎么样 因为她也不希望没有了她 会害大家工作不顺利嘛 母羊座是这样子的 她很热爱的事情 她会猛充 但是这份工作 如果只是一个糊口的工作 那就不见得是她的热爱 那就只剩下责任咯 所以她的漫游模式就啟动了 很可能就会开始一直出错啦 工作没有过去殆尽啦 很明显你看得出来 有几个企业主呢 他们是在应征人的时候 是有星座的选择哦 有几个星座 特别受到企业的青睞 白羊座 天秤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见过强硬的这个天秤 一点都不圆容 没有自信的狮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这很可能是 这些星座的人 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还没有遇到能够 发光发热的事业工作 所以咯我们就从星座的特性来看 每个人从自己的太阳来检查起 你走对路了吗 白羊巨蟹天秤摩羯 我们都知道开创星座有开创这两个字 很多人就会说 是不是要我们创业呀 当然不是 开创星座不一定会展现在创业这件事情上 通常会先展现在 你看别人不顺眼这件事情上 因为你们是属于很有个性的一群 开创星座一旦自己要上场打仗 就算之前没有打仗的经验 他们也会为了打赢胜仗 什么都会了 如果你能够交付一件事情 让一个开创星座去开发 不要管它太多 你不要被开创星座 稀奇古怪的想法吓到 给予他们这个空间 他们就会给你惊喜 我觉得开创星座欠缺的是一个目标 只要开创星座有了目标 你们十八班五役就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开创星座也是我心目中 非常工作狂的一组哦 为了自己理想而工作的开创星座 我会非常担心你的身体健康 因为你会忘记休息 我觉得开创星座的人 是有责任制的 没做好之前 他就算下班回家 他心心念念也还在那个工作 不如赶快解决他吧 但我很清楚 也有很多开创星座 你们是安于职场现状的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哦 因为你们的开创能量 很可能是摆在家庭上 你把大部分的能量都用在家里 以家庭生活为重的时候 职场很可能 就不是你开创的主要僵场了 各位同学 看完这支影片 我不能说你马上就能够在你现在的工作上 平步清云 再也没有问题 或再也没有烦恼 你就在现在的位置上 而现在的工作 要怎么样把你的性格强项 放在这里 让它好好发挥呢 这才是目前你应该好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不要抱怨我好像呆错地方 而是要自问我在这个职位 有没有把能量好好地发挥 大家一起加油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